以希杰书 巴比伦第一次攻陷圣城耶路撒冷时 以希杰就住在那里 他是一位祭司 敌军撇下圣城 掳走了第一批以色列人 迫使他们流亡巴比伦 以希杰也在被掳的人当中 本书写于圣城被攻陷之后的第五年 在卷首 以希杰正坐在以色列难民营附近的水渠边 那天正好是他的三十岁生日 这本是他在耶路撒冷被正式 案例为祭司的年龄 忽然他看到一个异象 狂风刮来一朵大云 云中显出四个活物 活物的翅膀张开 彼此相接 每个活物都有四张面孔 分别是人 狮子 牛 和鹰的脸 接着他看到四只轮子 每个活物都有一只轮子 四活物的头上是耀眼夺目的苍穹 苍穹之上有一个宝座 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 有人的形象 发出光辉 周围是火焰 以西节马上明白自己看见的是谁 他称为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神在像战车一样的宝座上 亲自向他显现 在西伯来语中 荣耀 Kevot 指的是分量重 意义大 圣经作者用这个词来描述神以人的形象显现时 彰显的面貌和荣美 在这个意象中 神彰显的形象和出埃及记描写神在西奈山显现的一幕很接近 也与神在约会上方显现时的描述非常相似 这也是以西节的意象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幕 神的荣耀怎么会在巴比伦 神不是应该显现在耶路撒冷圣殿约会的上方吗 所以本书第一部分开篇就引出这个问题 作者由此指控以色列民的悖逆 神在宝座上对以西节说话 任命他为先知 神派以西节去谴责以色列百姓违背了与神的圣约 这体现在几个方面 以色列民不忠于神 转向异教假神 跪拜偶像 这一切直接导致了社会不公和暴力猖獗 因此神派以西节去警告以色列百姓 从前由巴比伦发动 掳走以西节的那场攻击 以后还会发生 到时耶路撒冷圣城和圣殿将面临覆灭 所以以西节用文字和其他手段 向百姓传递这个警告 他采用街头剧的方式 当众表演 用具象征意义的怪诞行为 来传达他预言的信息 神让他制作一个耶路撒冷城的模型 围困他 然后毁掉他 神让他用刀剃光自己所有的头发和胡须 最极端的是 神让他扮演赎罪日的替罪羊 他要侧卧一年多 吃用粪便烤的食物 以此预示 百姓将来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 也要吃不洁净的食物 最令人难过的是 神告诉以西节将面临的困境 在以色列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以西节的预言 以色列民一定会因悖逆和刚硬的心肠排斥他 这让人想起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悖逆神之后 摩西说过的预言 摩西说 有一天他们必要遭到流放 很不幸 以西节亲眼看到了这一幕 以西节虽然深感沮丧 还是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大约一年之后 他又看到了一个异象 这次是关于圣殿的 在异象中 他被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看到在他离开之后 圣殿里发生的事 情况非常糟糕 一个巨大的偶像 被安放在圣殿前面的外院里 以色列的长老们在圣殿内外 敬拜自己的偶像 以色列的妇女 拜的是巴比伦的达摩斯神 异象结束的时候 神荣耀的宝座上升 逐渐离开了圣殿 神离弃圣殿 朝东去往巴比伦 在第十一章中 可以看到神为什么 以及怎样将自己的荣耀 显给身在巴比伦的以西节看 以色列百姓明目张胆的 敬拜偶像违背圣约 迫使神愤而离弃自己的圣殿 他们赶走了神 神也任由他们遭到毁灭 但神并未离弃他的子民 他仍与流亡中的百姓在一起 在第十一章记载的异象最后 神应许说 他将召回以色列余下的百姓 他会从他们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他们新的肉心 好让他们最终可以爱神 专心跟随他 这给以色列民带来一线生机 但是很快 这一线希望就被随之而来的现实所毁灭 第十一章是以西节书重要的转折点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本书其余的章节 随后的三个部分是神宣布的审判 先是审判以色列家 然后是审判以色列周围的列国 最后审判圣城耶路撒冷 但审判过后 在书卷最后的三个部分中 先知给出了充满盼望的结局 这种盼望先给了以色列百姓 然后给予万国 最后是所有的受造物一同得救 第十二到二十四章 将重点放在神队圣城耶路撒冷的审判上 这部分经文采用了诗歌和散文的集合 以西节喜欢用比喻和讽语的写作手法 他把以色列描绘成一根被烧毁没法用的棍子 或者一个叛逆的妻子 或者一只被抓陷入困境的暴怒的狮子 或是两个淫乱的姐妹等等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用来描述以色列民 因为愚昧的背叛和拜偶像导致了毁灭 在这些经文中 以西节扮演一位律师 他开始为本案变速 首先 耶路撒冷的毁灭是罪有应得 他们已经被约几百年了 如今 即使世上最完全的义人像挪亚 但以礼或约伯都活着 即使有他们为以色列民代求 神也不会再垂听 一切都太迟了 神本着他的良善 必须审判这一代的以色列民 他们必定经历被掳 流亡 因为他们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接下来 以西节陆续提到紧挨着以色列的几个邻国 然后讲到该地区最强大的两个国家 埃及和推罗 以色列与这些国家结盟 并膜拜他们的神明和偶像 所以 神指责推罗王和埃及王居高自傲 把自己当成神 按照自己的喜好定义是非取直 神因他们的骄傲向这些王问责 神宣告说 他会用巴比伦来推翻他们 让他们和其他人一起 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第三十三章有一小段经文 内容令人沉痛 先知以西节遇见一位从耶路撒冷逃难的难民 得到了故乡的消息 巴比伦已经攻占了耶路撒冷 圣城沦陷 圣殿被毁 以西节可怕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 但是不要忘记前面第十一章最后的经文 这一切并不是故事最终的结局 在下一集 我们将会进一步探讨以西节深奥的意象 带来的盼望 以西节书第一部分的内容就到此为止 以西节书 在以西节书上集 我们知道先知以西节是一位祭司 与其他以色列百姓一起在巴比伦流亡 他亲眼看到神彰显他在圣殿里的荣耀同在 但这个意象却发生在巴比伦 以西节意识到 正是因为以色列民拜偶像和不公义 神才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圣殿 然而 以色列在将来仍有指望 随后 以西节记录了神审判的预言 先是对悖逆的以色列 然后是对以色列周围的列国 接着 在第33章发生了关键的一幕 以西节得到消息 巴比伦对以色列的围攻已经结束 圣城已经沦陷 圣殿被毁 以西节可怕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 流亡是以色列人经历的最可怕的灾难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神是否彻底放弃了以色列 别忘记第11章结束时的经文 神应许 以色列在流亡之后仍有未来的盼望 因此 本书后面的章节就围绕以西节意象中的盼望展开 首先是对以色列 然后是对列国 最后是所有的受造物都将得到救赎 神的应许带给以色列盼望 他要兴起一位新的大卫王 这位弥赛亚君王将是以色列人一直盼望 却从未出现的王 在这位弥赛亚君王统领下的新一代以色列子民 将是一群被更新的百姓 神要医治他们悖逆的心灵 赐给他们一颗新的心 这就像摩西曾在生命纪结尾处记载的应许 神说他要除去百姓的应心 并将自己的灵赐给他们 给他们全新的肉心 好让他们能爱神 顺服神 接着 这一点在之后奇特的意象中得到体现 以西节看到一个广阔的平原 其中变满人枯干的骇骨和骷髅 神告诉他 这是一个预表 隐喻了以色列人的灵性状况 他们对神的悖逆导致了被流放 很多人的的确确是已经死了 但是这也隐喻了以色列百姓 跟神之间圣约关系的死亡 然而神告诉以西节 他的圣灵要让自己的百姓 重新拥有生命 于是有风吹过 骇骨便站起来 气息进到他们里面 他们就活了 骇骨上重新有皮肉覆盖 接着 忽然之间 以西节看到眼前 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类 这个意象让人想到 创世纪第二章 人被造的情境 神曾用尘土造人 并吹入气息 以色列民和全人类都违背了神 结局就是死亡 因此 唯一获救的希望 就是神再次实施创造的行为 按照这样的方式 重新造人 使他们能真正的生活在爱神 和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 在讲完神要如何处理以色列民内心的恶之后 仍然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 要怎么处理那些盛行在列国中的恶呢 将来神是否还会住在圣殿中呢 这就是本书最后两部分的内容 先来看看第三十八到三十九章 神应许最终要战胜列国中的邪恶势力 这里用了拟人的手法 这恶被比作一个从马各地而来 名为哥格的统治者 这个名字源自创世纪第十章 里面记载了一个古代王国和领土的谱系 这里是指远古时期强盛的国家 所以以希节引用了一个古圣经中的名字 来体现任何一个以及所有暴力王国的形象 我们看到哥格与来自四境的七个国家联盟 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所有国家的参与 这也能帮助我们理解 以希节为什么在本书最开始引用推罗王和埃及王 也就是法老来描述哥格 对以希节来说 哥格代表了圣经中所有最邪恶之人的总和 是人类背逆神的原形 这些章节的主要内容是说 哥格抵抗神拯救自己百姓的计划 而且就像出埃及记中记载的法老 哥格开始摧毁神的百姓 但是神向哥格实行审判 接下来的一连串场景 如果按顺序来读 仅仅按字面意思来理解 确实不是很容易 在两个不同的时间段 哥格和他的军队 先是被地震吞噬 随后又被火烧灭 这以后 神在战场中攻击哥格和他的军队 在那里连续几个月 他们报尸在外 得不到埋葬 很明显 这些场景的描述充满象征和比喻 在这里以西节极尽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段 描述神定义要摧毁人 试图毁灭世界的恶行 这样神就为新受造的世界预备了道路 一旦列国中的恶被除灭 本书的最后部分描述了有一天 神的同在将再次临到自己的百姓和圣殿 使整个宇宙得以修复 所以以西节先是看到了一个内容很长 阐述详细的意想 是关于圣殿和圣城的 他被带到新圣殿周围参观 看到了蜀天的一幕 这座圣殿甚至比所罗门的圣殿更大 更宏伟 在那里有新的祭坛 新的祭司 还有一整套新的敬拜次序 在这份内容详尽的游览之后 以西节看到在最初意象中 曾出现的神荣耀的战车宝座 此刻再次出现 并进入这座全新的圣殿 如今这些圣殿意象的含义 引发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争论 有些基督徒和犹太领袖认为 这个意象有一天将会按着字面意思得以实现 也就是说 这些章节明确的提供了 在弥赛亚归来重建神国之时 那座将要被建造的圣殿蓝图 但是仍有很多犹太人和基督徒领袖认为 这个意象与以西节其他意象中所描述的一样 只是一种象征手法 他们描绘了当弥赛亚国度到来之时 神的同在要临到自己的百姓 但未必是以实际的建筑物形式出现 不管你倾向于哪种观点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以西节从来没有把这座城称作耶路撒冷 47到48章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以西节看到圣殿的门槛下有小溪流出 很快就变成了滔滔大河 水从圣殿和圣城流出到沙漠 流到地球上最荒凉的土地之一 死海 河流所到之处 树木和生灵都得以孕育 死海变成了有生气的活水 充满各样的植物和动物 这样的场面曾出现在 创世纪第一到二章 对伊甸园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以西节的意象何等宏大 神的计划一直是修复自己 与全人类以及所有受造物之间的关系 使这一切重新归回造物主 因此本书最后一句话 就是将这座花园般的城 命名为耶和华所在之处 到此为止 以西节的意象结束了 他的意象充满了对未来的盼望 将来 住在新天新地中全新的人类 将被神赐予生命的灵所充满 变得生机勃勃 那将是一个变满神的爱和公义的世界 这就是以西节书的经意